欢迎来到来那支生活频道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欢迎来到第六集 今天的podcast会有一点点小长 大概是30分钟这样子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12月里面我进行的 No Social Media December 到底我自己过得怎么样 以及有学生们的启发 或是怎么样的感想 想跟大家去分享 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东西 要临着 OK 所以当然今天也是2023年1月1号 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好,喜悚一起 我们开始今天的podcast Alright 那么今天呢 最主要呢 就会讲两件事情的 第一就是我的No Social Media December 第二就是2022年一些小小的回望 然后希望可以做买2023年的展望 OK 首先呢 No Social Media 或是No Social Media 对我来讲 现在这个是No 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Twitter 这四个东西 最主要的 还有小红书 OK 这个月我称作为No Social Media December 其实这是延续 至11月的No Drinks November的 就是一个self challenge的一个project 最主要呢 在No Drinks November 就是不能够喝白开水以外的东西 但是这个月可以啊 这个月 咖啡 完全没有问题 OK 当然顾名思义 No Social Media December 就是没有 在社Facebook Instagram 我来说一说 整个idea的动机是什么 再好听一点呢 我是一个很 很 怎么讲 很关心身边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也是一个很爱分享生活的人 但是讲的不好听 就是八卦 以及爱炫耀 对啊 对对对对 嗯嗯嗯嗯 讲的不好听 就是八卦 以及爱炫耀 因此呢 Facebook或者是IG呢 就成为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地方 我再去 给播人家在做什么啦 也有一个平台 让我去炫耀我买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很喜欢去看看 谁谁谁买了什么东西 去哪里 吃了什么好料 我也很喜欢 让谁谁谁看到 我买了什么东西 去了哪里 跟吃了什么好料 对 看到这边呢 很多上水庆的朋友 都会开始发现问题的所在 就是 在不知不觉中 我自己的心里面 其实产生了很多的 比较的心态 就是我跟别人去比较的心态 诶 那个人明明是跟我童年的啊 怎么他身之身的比我快呢 嗯 可能是他老板比较好 我老板比较差 诶 或者是讲说 诶 他的谁谁 又买了这辆车了 哇 我好像输了这样子 然后不可以 我也要买一样跟他同样 standard的车这样子 这种这样子的比较的心态 慢慢的在累积 而我在我跟自己的一个对话里面 也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于是我想说 尝试一下把社交媒体给断开 把这种比较的根源给断开 看看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想法 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alright 所以很简单的 讲起来很简单哦 其实是蛮痛苦一下的 那么第一个星期呢 就是首先 就是uninstall掉你所有的apps啊 就是你的facebook 你的IG TikTok Instagram 还有什么 小红书 对这几个东西 YouTube不算啊 因为YouTube对我来讲是一个娱乐的来源 就好像讲 你不会把Netflix当作是social media 一样 YouTube也不会是social media Netflix跟 Netflix跟Facebook Sorry Netflix跟YouTube对我来讲是同样性质的东西 都是看戏罢了 OK 好 那么第一个星期了 最最最最明显的差距就是有时候我很常会拿起我的手机 哎 我要做什么 我想刷facebook 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刷facebook 所以我就放下我的手机 就是我的锁碎时间的那种feeler完全没有了 就是在等人的时候啊 上厕所的时候啊 或者吃饭的时候呢 那种刷social media的那种娱乐活动都没有了 于是呢 我就变得很专心的在等人 想一想 等一下要讲到哥哥那个这个人讲话 想跟他溜 上次说过什么东西 什么样子的性格 只要去taker OK 于是我也是很专心的就去上我的大号 5分钟 10分钟 shatter depend on那天要多少水 呵呵呵 于是我也是很专心的去吃饭 所以慢慢的也可以开始分辨的到 诶 那个炸菜饭比较好吃 这一档的没有那么好吃 或者今天的饭比较硬 那今天的饭比较软 至于之类的 所以 当你没有了social media之后 你的专心程度去观察身边的小细节 就变得更加专注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东西就是讲说 网站的login是一个问题 当你没有了social media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的网站login 呃我们是用facebook 或者是用一些google account 来login的 快速的login 但是当你没有了之后 你就不能够用快速的login方法 就你只能够透过网络 呃用browser的facebook来login 所以是比较难搞定的一个部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 嗯 好像朋友会有时候 给你介绍一些好吃的 或者是好玩的地点 他们会share你一个link 而很多时候这种link呢 都是facebook的page来的 也就是说很多的商家 他们其实没有自己的一个网站 他们都是在facebook里面 create了自己的page之后 就算了 把所有的资讯 开档的日子 开档的日期 休息的日子 日期 雷肉号码 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facebook的page里面 所以 也造成了在12月里面 有三四次人家 stem这种link的时候呢 我没有办法 就只能够透过browser 去打开youtube 不是 sorry 去打开facebook 去查看他的contact number 拿着打电话过去问清楚 所以也就是讲说 这一点 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Facebook 不多不少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为太多的资讯 或者太多商家的 的东西的点联络方式 都在page里面了 这一点也是提醒很多商家 如果现在你们还没有自己的网站的话 呃 maybe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 不排除有一天 真的facebook跟你 hang了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人家要找你的 电 找你的联络号码 就找不到了 因为你在网络上没有别的footprint 就只有footprint 只有facebook不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麻烦的点 这是我觉得 第三点呢 就是比较好笑的 就是 12月的时候呢 我的身边的事情都发生的非常的宁静 打个比如说 打个比如说 之前内阁嘛 好像安华做首相之后 不是讲说要宣布内阁 然后宣布副部长什么东西 11月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关注 就是讲说 谁做谁做首相 谁是有没有阵营 哪个party跟哪个party 这种政治的动态 我都会去关注 但是当你没有了facebook之后呢 你发现你的世界突然间安静了许多 就算那一天当天 安华宣布了他的内阁的成员的时候 来自哪一个成员党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知情 until到了晚上回家跟我老婆提起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哎 原来有这样的一回事 包括副部长的时候也是一样 还有的情况就是12月 世界杯 对 所以如果你们上facebook的人 或者是有注意 这种世界杯的动态的人 就会发现了说 哎 几时几时 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踢 几点踢 或者去昨天晚上谁赢 之类的 谁进了霸降 谁进了四强 我的生活在12月关于世界杯 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除了我自己主动的去查一查 世界杯的总决赛是在哪一天之外 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消息的 所以而且很很过分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12月18号吧还是19号 世界杯决赛阿根廷赢了之后呢 那么全世界都在吹捧Messie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看YouTube的时候呢 就有胡数的影片去吹捧Messie 哇 什么生平啦 讲从小讲到大啦 又说他怎样受别人欺负啦 又怎样被巴塞罗那抛弃啦 很多的影片都在facebook 在同一时间里面突然间汹涌而来 那么我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我这个时候还在facebook的话 那么那个资讯量 汹涌而来的资讯量基本上是被淹没的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请给我知道一下 是不是同样的猜想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想说 诶 Something is too much 没有吗 就是真的有时候会太多太多 你 你看一篇两篇 其实你觉得OK我知道了 但是他不断的fit给你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所以在世界杯这12月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安静 大佬差不多接近你尾声的时候就是圣诞节 那么有很多圣诞节的促销广告 然后很多朋友开始卖东西什么东西 但是在我这个11月非常非常的安静 真的所以我就想说哇 所以所以我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讲吧 Facebook他们透过一种 algorithm一种算法 去把他认为你感兴趣的东西 fit给你 他认为你的朋友喜欢这东西 可能你也喜欢这个东西 他也把它fit给你 你久而久之我们会缺乏了一种自主的寻找 你想要知道的资讯的那种那种可能性 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就像也就像那个baby这样子哦 如果那父母是很好的 他会注意你的营养健康来讲的话 他要保持很好的营养给你吃 你就吃吃吃吃吃你就快个长大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保姆 他并不是那么那么的负责任的 他就是隔壁再吃什么 我就给你吃什么来讲的话 他并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对你好还是不好 隔壁再吃肥猪油 他给你再吃肥猪油 然后你不会去反抗 因为在你当你失去了自主思考的一种能力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哎 你发现不了别的东西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存在 所以呀 这是断了一个月Facebook里面的发现的一种一种 觉悟吧 是一种发现的危机感 这样子讲 好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让我看一看 我吸了差不多整万字的稿 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对着稿来念 OK 所以 还有OK 第三个点就是讲说 你其实并没有发现自己 自己哈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有时候当 尤其是我这种情况 我会想说哎 我要keep着去去Facebook里面 upload一次照片 给我父母看就好 给我朋友看就好 去分享一下我的生活 然后当你一两天没有upload的时候 有时候会就想哎呀 会不会有人在等我的photo呢 会不会有人在等我的post呢 其实是没有的 很认真地去告诉我自己 你的存在 或者我自己的存在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对于身边的人来讲的话 Facebook其实是一个八卦的地方 所谓的八卦就是可有可乎的东西 所以就算你一个月里面没有upload任何东西来讲的话 你不会有朋友来问你 你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一个月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sorry 不会的 而且如果那个朋友真的是发消息来 询问你的状态的状态的话呢 他那个朋友就算你不发Facebook 他也会来联络你 所以非常感激有几个朋友也是这样子 会联络我 就算我没有上Facebook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会主动去联络我 跟我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点滴 这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点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所以一些人 你不要太过在乎 你怎样去看 人家怎样去看你 其实 你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ok 好 另外一点呢就是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呢 我是一个其实很喜欢玩的人 呃 不是去玩车 玩女人那种玩的哈 而是我们喜欢玩具啊 PS5啊 video game啊 或是模型啊之类的 gandam的 我也是常常会在那种网络上面去分享我的instagram去分享我买的玩具以及一些使用上的体验 但是发现这12月没有了这两个平台之后呢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分享你的生活 但其实你不分享这些东西是没有所谓的 我之前这么做是觉得纯粹我觉得是在满足我自己 爱炫耀的一种 癖好吧 当然 这个想法其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性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呃 想要分享生活未必是想炫耀 只是他想分享他自己快乐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点 嗯 我们可能可能要开一个下一个内容去深入去讲一个点 在网际网络分享生活是否就等于炫耀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命题其实蛮大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去探讨这方面的朋友 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就是说 那些还在使用social media或者是网红都好 我们其实只是网上的一个小沙子 身边你有整千多个friend杀了哪一个其实没有影响很大 并自己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重要 OK 好 那么就有人问了 诶 那么你不玩Facebook不看IG 那平时在做什么呢 所以在12月里面哈 我读了两本书 对 我的空余时间早上的me time都两本书 一本是原子时间原子习惯 另外一个是呃 被讨厌的勇气 这那么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书 如果有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也可以啊 呃 视讯我 非常非常好 我也可以给你他的ptf放 呃 当然是版本的哈 买书 OK 我的朋友跟我讲 我不需要去看那个被讨厌的勇气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脸皮够厚啊 哈哈 OK 对 他讲的很对 所以 除此之外呢 我也去youtube还是一些网站去看了我现在 工作 相关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打个比如semicron的一些process啊 aging啊 deposition啊 还有我身为product management的一些需要的一些skill set excel的一些特别的小技巧小peplo这样子 所以我不懂你们从这里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想说 在12月里面我所有的学习的点哈 都是我自己主动想要去学习的知识 而我自己去主动去找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自己想要去塑造的一个 形象或是一个一种你想要变成这样的人 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吸收的那个资讯 并不符合自己的方向 所以当你开始杜绝了这种被动的资讯的fit之后呢 或许你就有更加多的时间去思考 去主动的去寻找一些 适合自己或是自己真正想要学习的一些知识 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是要去试一试 去找一找想一想到底自己想要学一些什么东西 跟看起什么样子的资讯 ok 1月1号了啦 12月过了啦 你会重新用回Facebook吗 我的答案是 yes instagram Facebook TikTok ig 什么东西我会重新装下去 答案是绝对是会的 但是因为 所以经过这一个月的一个洗礼之后呢 我更加的节约 正在控制自己的心态 去使用这些apps 就当作是一个八卦 一个民间新闻的感觉去看就好了 不要把自己生活的重心看的那么的重 所以懂得节制是 在12月我学到一个功课 那么胡可否认就是 现实生活中你要怎样去人与人之间去沟通啊 有连接 或是在外地一些老朋友 在现实生活中你真的是很难去联络到的 Facebook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 平台让你去关注一下你的老朋友 到底才过得好还是不好 就这样子而已 ok 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然的话很多时候 许多的朋友 尤其是没有在Facebook的老朋友 我们10年了 毕业从中学从大学10多年 真的有些人真的开始慢慢的去遗忘 所以 yeah Facebook让你去忌毁这东西也是对的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用你的朋友出来吃个面 煎个面 吃个饭 如果你的朋友太遥远的话 至少在Facebook看一看他们过得好不好 ok 所以看得 看起来过得比你好 你也不需要去自卑 你也不需要去自卑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和节奏 看起来比你差的 你也不需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还是别人很可怜 因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在努力在奋斗 所以并没有随时随和随时可怜的 我们只能够的就是抱着一个祝福的心态去看 能够帮助 就帮助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从一些官方的媒体上面去得到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而不要从单一的从Facebook上知道看到这种这样子的情况 Facebook就好像一种古代的那种民间新闻 那种那种rumors 这样子 看了Facebook再看一些官方的资料去做一个对比 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 那么每件事情每个新闻就尝试把这里zoom out出来 看看每一个新闻报道的角度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谁谁谁又在摆弄着风向 这就是一个往大局观的方向去看 当然没有social media的日子好过嘛 对我而言其实并不是十分的好过 因为我八卦的性格并不是透过一个月的所谓的再该母用 可以磨灭掉的 我仍然还是很八卦 我依然会使用我的social media去关心我的朋友 去关心你的新鲜事情 但是 但是 我会不断的去提醒我自己 把那个爱比较的心给去掉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跟自己身边 家人的身上 不要放在一些遥不可及的朋友 或者一些网红身上 那些YBB那些什么 什么那种 新闻 花生新闻 其实没有很重要 OK 仔细的去聆听 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不断的去检视自己 现在接触到的资讯知识 是否 会在左右自己的方向 这是很重要的 OK 我也 欢迎有兴趣想要试一试自我挑战的朋友 可能你在二月 或者可能在三月 或者将来不久将来试一试 或是你 已经试过的朋友 也可以欢迎在下面去留言给我知道 想说真实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也不是社交媒体的咖 那么也欢迎你告诉我们 在一个充满社交媒体的世界里面 你不去用社交媒体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我自己觉得是很好奇 我一个月有点难受 你们可以这么久 厉害 OK 至于一月的挑战 我想吃的我应该就不会进行了 因为新年 这么多好吃的 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那个 就麻烦一点 所以 一月暂时我会先停下来 那么也欢迎大家就给我提一下意见 看看 二月我该进行怎么样子的一个 self-challenge的project 然后 我会收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选一个我觉得最可行的挑战 在二月的时候开始 OK 好 再一次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去关注这件事情 也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去给我的鼓励 真的有几个朋友 真的有几个朋友 真的是text我跟我讲说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也发现讲说 我有点沉迷于社交媒体这回事情 因为基本上我的post没有断过 突然间两个星期没有我的消息 一个月也没有消息 他们觉得是一件对我来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也感激完成了 OK 没有头部 对得起 听得了三 OK 这个月 完 谢谢大家 OK 讲完了这一段 那么 就讲一讲2022年的一种小小的回望 2022年 首先国家大事就是我们又换政府了 OK 安华 这么多年了终于做首相了了 所以我真的很期望就是讲说 他除了number之外 他还有vision 他还有execution power 他还有行动力 能够真的不要在马来西亚反反复复的 换政府反反复复的在讨论一些种族议题 把真正关于民生的那种 议题给提出来 经济上一定给提出来 可以解决掉他 现在马币换新币三块半三块四 我已经忘记了多少钱 三块钱以上 我不贪心 我希望能够在这一届这四年里面 可以降到去三块钱吗 两块半 真的 如果真的是能够降到去三块钱以下 我是非常的开心 就这么讲说 我们国家看到这个进步 在下一次大选的时候 我们更加让我们自己去体会 我们投下的那个票 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国家大事 自己的大事呢 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第一 小儿子出世了啦 所以基本上现在凑成了一个好字 是真的是感恩 在2022年里面 非常感谢 除了 我没有拜神 所以除了上天 除了the beyond the power beyond 的一个blessing之外 真的是感激我的老婆 所有的女人 去为这件事情上的付出 嫁金成员已经是 Assembler了 OK Adventure Assembler了 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去挣钱 赚钱好好的教育他们 这就是接下来的十多年的功课 嗯 在今年的五月多六月 对五月多了这样子 我也是 换工 换去一件比较小的公司 比较没有那么有制度的公司 自己的岗位也从engineer换去product management 也完全全跟之前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断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所以呀 幸运的是 这一班同事也是非常supportive 这个大家小公司嘛 还是有那种big family的那种感觉在 所以就尝试一下 看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个领域 或者岗位里面 得到一些新的 新的方向 因为呀 做十多年的engineer也是其实有点累啊 ok 当然也非常感激之前公司的前辈 Ciao啊 随枪他们的这种栽培 就说especially for Cao 如果你有看的话 就是就算我离职了之后 他还是有不断的去打电话来关心我 做的怎样啊 有没有想开会啊 有没有压力啊 就去鼓励我 而不是去pulang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好的老板 跟好的朋友 你已经不再是我的老板 但是 是一个好的很好的朋友 alright 嗯还有什么呢 以 这没有了 箱子尾 比较平淡一点 嗯 对 所以展望2023年就是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存钱 希望可以在2024年或是2023年年尾 可以带家人去一个旅行怎么样子 然后目的就是最最 ultimate的一个目的就是在 2024 或是2015 当鲁燕 呃 四岁或是三岁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趟 奥斯莱利亚的自驾游 住在C Έ quarterback裏面 那种感觉就应该是 非常的爽 ok 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目标 至于其他的玩乐的gandam的东西 就有时间在做了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减肥 加了很多年了 但是 今年 2022年里面收到的健康报告 这个成绩单的确不是怎么的好 而且医生也是开始给warning了 所以真的真的是要去 好好顾自己的身体 尽尽肝康 要求不多 给我80岁 很满足的 ok 好 这不是很吉利这样 ok anyway 再一次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podcast 有点长 也 感激大家的鼓励去收听我这种长篇大论 所以希望下一集不会相隔太远 也希望 我还会持续的有动力跟时间去做这种 这个podcast去做分享 ok 121号 Happy New Year 祝你有一个 awesome year all right 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再见 yes whoo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